中年以后,千万不要在朋友圈弦摆这些,闻小小主播云弯。人这一生,精力多了,自然能看穿生活的真相。真正厉害的人,往往十分低调,从来不会骄傲自满,待人也彬彬有礼。而糊涂的人,有了一点小成舅舅,恨不得人尽皆知,待人也嚣张跋扈。一个内心富足的人,从来不去炫耀自己拥有什么,越炫耀什么,越缺少什么。 人的阅历和心境是一辈子最大的财富,到了中年,千万不要处处显摆这些事。中年以后,千万不要在朋友圈显摆这些,招摇过世,显摆财富。一个人的财富再多,也不过是过眼云烟,真正能享受的,不过万分之一。 史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。项羽与刘邦,鸿门宴后,烧掉了秦宫室,抢夺了无数珍宝,打算回江东老家。 有一个人见此情景劝说道,关中山河险要,土地肥沃,可以在这儿建都称霸。 可项羽不以为然,我现在富贵了,如果不回故乡,就像穿了锦绣衣服在黑夜里行走,谁又能知道我的成就呢? 于是,项羽带着珍宝浩浩荡荡向东出发。 四十万大军簇拥着得意洋洋的项羽,后面跟着长长的车队,所到之处人人羡慕,一路上耍尽了威风。 可惜还没到江东,便被刘邦逼到乌江自吻而死,那些珍宝也都归了刘邦。 有人曾评价项羽,项羽以前是个猴子,当上西楚霸王以后,拥有了许多的珍宝,但他还是只猴子,只不过戴了一顶人的帽罢了。 这便是目猴而惯的故事。 中年以后,千万不要在朋友圈贤摆这些。 世界上最可怕的是之一便是穷人诈富,金钱不可怕,可怕的是人在面对财富时的态度。 金钱和权势有时会让人内心膨胀,忘了自己是谁,但无论有多少财富。 终将是身外之物。 真正内心强大的人,从不需要身外之物来装饰自己,因为它们足够清醒,明白钱只是让自己变得更好的工具。 当一个人拥有财富,最需要做的,是让自己有底气和能力守住财富,活得自由洒脱。 中年以后,千万不要在朋友圈贤摆这些。 装腔做事,显摆学识。 作家毛母写过这样一段话,你要克服的是你的虚荣心,是你的炫耀欲,你要对付的是你的时刻想要冲出来,想要出风头的小聪明。 有这样一则笑话。 一天,一个博士坐船欣赏风景。 在船上,博士问渔夫,你会生物吗? 渔夫说不会,博士就说,那你的生命就要失去四分之一了。 过了一会儿,博士又问,你会哲学吗? 渔夫还是说不会。 博士说,那你的生命又要失去四分之一了。 又过了一会儿,博士问,你会科学吗? 渔夫仍然说不会。 就在这时,狂风卷来一股巨浪。 渔夫问博士,你会游泳吗? 博士说不会。 渔夫说,那你的生命就要全部完完了。 虽然是一则笑话,却也反映了生活中不少人的心态,不过学到了一些皮毛,便沾沾自喜四处显摆。 虚心的人用知识来鞭策自己,心虚的人用知识来炫耀自己。 总是炫耀自己的学识不但不会得到别人的尊重, 反而会显露自己的无知和愚蠢。 学习的目的不是为了吹嘘炫耀,而应该是为了寻找真理,洗涤心灵,洗涤智慧。 中年以后,千万不要在朋友圈贤摆这些。 真正学识渊博的人,往往低调坚虚,从不会把成就挂在嘴边。 这样的人,往往更能认清自己,时刻保持谦卑的心。 人活这一世,要懂得积攒力量,低调才能夯实基础,让自己走得更远,看得更远。 中年以后,千万不要在朋友圈贤摆这些。 自吹自雷,显摆事业。 知乎上有这样一个问题,怎样看透一个人? 底下有一个回答写道, 你想知道一个人内心缺少什么,不看别的,就看他炫耀什么。 你想知道一个人自卑什么,不看别的,就看他掩饰什么。 深以为然,一个人越是渴望某样东西,在得到后越是想要告诉全世界。 同是小理事公司的骨干,因为业绩好,受到了领导的重用,被提拔为经理。 成为经理后,本来就对自己业绩颇为自豪的他越发骄傲,总是在其他人面前吹嘘自己有多能感。 面对同事的一些小错误,他总是以一副过来人的姿态说教,久而久之,公司的人都对他敬而远之,可他却不以为然,依旧认为自己事业有成,别人都该尊敬他。 没过多久,小理接了一个大单子,需要很多人合作完成,可公司里没有人愿意帮他。 独自做项目的小理,最终出了差错,给公司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。 生活中有不少这样的人,工作有了成就,又巴布地告诉全世界,和别人聊天时,总是将话题引到自己的事业上去。 中年以后,千万不要在朋友圈贤摆这些。 这样的人,无非是虚荣心作祟,想要得到别人的阿谀奉承。 可实际上,人只会关心自己生活,没有人真正关心你的事业如何。 真正优秀的人,从来不去显摆自己的成就,而是静下心来,努力提升。 当一棵树,不再炫耀自己织繁叶茂,而是深深扎根泥土时,它才真正拥有深度。 周国平曾经说过, 人世间的一切不平凡,最后都要回归平凡,都要用平凡的生活来衡量其价值。 伟大、精彩、成功都不算什么,只有把平凡的生活真正过好,人生才是圆满。 人活一世,低调,是一种智慧,谦卑,是一种品格。 要知道,弱小和无知不是生存的障碍,傲慢才是。 中年以后,千万不要在朋友圈贤摆这些。 中年以后,千万不要在朋友圈贤摆这些。 谢娜失业后近照曝光,网友惊了,快本停播后,你经历了什么? 看完北京残奥会开幕式,我却想起那个被骗的杭州聋雅司机,请等一等那些光脚走路的人。 九五后入恋师薪资曝光,八年送走两万人,不参加婚礼,没有朋友。 作者,哲学君,小小,来源,哲学人生网,哲学人生网,数百万人关注的微信大号, 反思人生的问题,感悟生活的哲理,追求心灵的自由,享受智慧的快乐。 值班编辑,胡田月。 中年以后,千万不要在朋友圈贤摆这些。 中年以后,千万不要在朋友圈贤摆这些。